明报报道 新一份预算案提出将部分油站和气站转为快速充电站 环境局长黄錦升日前预计2024-25年度将港渡一个商链油站 其中一边改为充电站 翻查资料发现全港180个油站当中 有20幅用地契约介门有待招标 其中两幅商链油站位于跑马地城和道 意味两个油站或成为第一批充电站 环境局补充 说已经完成油站用地加入充电设施的规划 下一步会寻求合适的用地作为试点 预计2023年年初第一个油站改快速充电站招标 政府也会探讨将面积较大的油站气站地段 以一地多用发展 让更多不同类型的车同时充电 文汇报报道 全港学校将提早放暑假 校舍或被征用做检测中心 接种疫苗或隔离设施等 教育局近日开始派完试测各区的学校 了解校内操场礼堂等等是否符合征用条件 如果校舍获当局征用 预计征用大约4个星期 下方不用提供人手和协助中心运作 也不用负责清洁消毒场地 有教育界代表估计全港大约有400间中小学将会借出场地 财政预算案优化100%担保特为贷款 企业贷款额常限增加到900万 也会延长还款期等等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对本港经济条件有信心 相信经济可以在疫情之后反弹 但是香港其实整体那个经济的条件 其实是给我们一个信心的 疫情对我们接近两年多三年的打击里面 其实都不是完全是负面的 我们用回去年的例子 当我们的疫情是能够受控的时候 整体的经济是有能力反弹的 而且那个反弹是不差的 所以我们看回去年整年来说 那个经济增长 如果你看回GDP的增长 头那三季每一季是超过7%的 贸易和核流来说 其实在去年整年来说 是非常好的成绩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坚持去做好防控呢 就是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及早的时间 给我们自己的经济是一个反弹的条件 葵青地区康建中心 即是喜提供服必泰疫苗接种服务 康建中心位于葵聪九龙贸易中心 第二座30楼 在电堤泰档 等候上康建中心的人多 重新为12岁或以上合资格的人 打伏必泰疫苗 市民要在网上预约 不切即日筹关牌 每日朝九晚六运作 服务暂定维持四个星期 内地支援本港的医疗物资 陆续混底并且分发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应付全民强制检测 需要更多物资数量 会向中央订阅 如果我们要做全民检测的时候 可能量更加需要大 我们也在这里来说 尤其是和内地 透过中央部位的安排 我们也订购了更加大的 快速测试剂的数量 就应合我们的需要 那么这个我们就及早在研究 那个全民检测的同时 一方面譬如说在相关的同事去设计 和定立整个全民检测的形式的时候 我们已经及早找到有些什么物资需要的 我们就去做采购 一些保护衣物 又或者是一些较为高规格的口罩 又或者有些简单的方便市民使用的一些医疗设备 和发速检测包 这个量一定会有足够的量意 而国家也很关顾 保证这方面来说是会供应给我们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说 当局借马不停蹄商讨 全民检测的推行时间和细节 计划用避康或避烟采样方式进行检测 到时会有耐力的采样队来到香港协助 从一个公共卫生的角度 越短其实是越好的 所以我们都会尽力去看看 如何可以压缩这个时间 但还是要看看实际 我们基本上这个全民检测 都是用一个核酸检测的一个做法 所以看看当时我们现在计划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整体的安排是如何 所以都不会用快速测试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完成居家检疫 已经回到办公室工作 李家超昨天和今天的快速测试都是阴性 他今天结束检疫 并已经回到办公室工作 因为家里的外容确诊 李家超在今月16日起再加隔离检疫 根据卫生署的最新指引 已经打了两剂疫苗的密接触者 在家居检疫的第六和第七日 连续两天快速测试程阴性 就可以视作完成检疫 在检疫期间 李家超在家工作 曾经出席立法会大会的视像会议 本港疫情未见顶 日份令到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专班 专家组组长何清华估计 本港的重症和死亡率有机会再增加 他认为确诊者居家隔离是防疫最大的风险 除非能够严格执行禁足令 本港大幅收紧社交距离措施超过两个星期 但疫情未见回落 新个案甚至攀升至每日过万宗 内地先后有几批专家来香港协助分析疫情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尝试员何清华 是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专班专家组组长 他接受本台专访 形容目前香港疫情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仍然未去到高峰 重症率和死亡率有机会增加 本港现时隔离设施不足 大量确诊者变相要居家隔离 何清华认为要成功压制疫情 居家隔离必须严格禁足 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疫感人群是我们船人群反控工作的三大法宝 那么这些已经确诊的这些阳性感染者 如果居家隔离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 尤其是有些阳性感染者有症状不清 有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自己以为没有事情了就出去了 出去了这个就比较乱 这是一个问题的根本 所以居家隔离一定要严格执行进足力 才能从根本上把传染的控制住 他说随着中央支持香港建设方疮医院 隔离设施逐步增加 确诊者居家隔离的情况会减少 控制疫情的力度会逐步加大 母线电视机社邓杰盈在深圳报道 内地新增87宗新冠病毒本地国案 广东占40宗 分布在深圳和东莞 内蒙古、广西就各有11宗 天津、湖北、山西等地都有确诊 由香港输入的确诊个案也持续增加 广东有49宗 上海有36宗 另外深圳当局再调整 越港跨警货车司机入境安排 明天开始跨警货车司机 凭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境 每日入境时需要接受快速测试 和常规的核酸检测 在指定住宿地点 期间亦都要每日一检 如果在入境时核酸检测阳性 21日内不得入境 国务院面去徐英伟民政事务局长职务 国务院是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 并根据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建议 在上星期四作出有关的决定 林郑月娥在上个月31日 就洪惟民生日派对事件 发表调查结果 指徐英伟当晚逗留近两个钟 没有送安心出行 非饮食时间 亦都涉嫌没戴口罩 而他在之前曾经两度参加 政府有关防疫内部会议 理应教其他非抗疫核心官员 根据敏感度 但仍然违反防疫规定令人失望 同日徐英伟发表声明 说会为他的错误承担责任 宣布持人民政事务局局长 获林郑月娥接纳 并建议中央免除他的职务 食物及卫生局长陈兆始华 说应对疫情 政府没有完全排除禁足令 说将全民强检发挥最高效用 需要减低人员流动 禁足这里是不是已经是 拍定板一定是不会做的了 不是 我们其实现在都是商讨着的 从一个公共卫生角度 就是应该看一下 怎样能够发挥 那个全民检测最好的效用 最高的效用 其实都要有一定的减低人员流动 所以如果要减低人员流动 就是大家都不要出街 或者是要尽量尽量减少 大家留意到我们的违风强检是做多了的 平时可能是一天都是三几个大厦去做 只有风险最高 现在我们都将这个扩大去做 希望可以做更加多 过去那两天我们都大概做六个 我们其实希望可以做到十个